樓市充斥不明朗因素 上車盤樓價跌勢加快 一年前成交赤價於1.8萬元的 將軍奧惠安元細兩房單位 新近同類戶營緊以515萬元逆手 實用赤價險搜1.4萬元 原業主三年連閘費涉於133萬元 美聯物業高級分區營業經理林建偉稱 惠安元一座中層H室 實用面積354方尺 兩房間隔 原轎價560萬元 中減至515萬元售出 實用赤價14548元 資料顯示 原業主2019年7月以617萬元入市 單位三年貶值102萬元 或16.5% 連閘費料實涉於133萬元 翻查資料 惠安元一座低層H室 面積同屬354方尺 去年7月以640萬元逆手 實用赤價18,079元 令四座高層H室同赤戶 去年8月成交赤價高建18,362元 商隔只有一年 同類單位赤價以低建約1.4萬元 回落達兩成 香港置業首席分區董事劉浩勤透露 將軍澳本月首三天站六不足三宗買賣 市況冷清 雖然不少業主肯降價約3%至5% 但准買家大多數仍持觀望態度 傳統藍籌屋院業主大幅減價賣樓 美聯物業高級區域營業董事吳智輝表示 荔枝國美夫新村七奇麗灣道16號極高層裏室 實用面積583方尺 原則兩房間隔 望開陽景 原業主今年4月叫價790萬元放售 濾減90萬元 最終以700萬元成交 實用赤價12,07元 低市價約5%